高雄今天新增的五例 都有雙北相關的活動 或是接觸史 由於臺灣是一日生活圈 高雄市長陳其邁就憂心 如果雙北的疫情持續擴大 恐怕高雄會更難倖免 呼籲民眾只要外出倒垃圾 就一定要戴好口罩 各自守好自己的城市 位於高雄前鎮產業園區內的 臺虹科技 下午仍有工人進出廠區 公司證實內部有一名員工確診 市府下午公布該確診個案 為案二三五一 因為父親為確診的案二一五零 由萬華的旅遊史 業者接到通知 也趕緊消毒全廠區 高雄一口氣新增八例本土確診個案 當中五例有雙北相關活動或接觸史 包含高科大兼任教師 日前緊急清零的人會婦幼醫院 一名護理師院內遭傳染 另外三例查無接觸史 釐清當中 但其中六歲女童 因二彩陰性疑似為偽陽性個案 排除確診 另外引起美術館鄰近社區恐慌的案二五二七保險源 高市衛生局表示因個案職業關係 接觸者較複雜 但已確定接觸者中 有人曾有雙北旅遊史 會進一步釐清傳染途徑 高雄新增五案與雙北疫情有關聯 讓市長陳其邁憂心忡忡 呼籲民眾不管是買東西或倒垃圾 外出務必戴好口罩 否則一定重罰 記者陳煥宇 許正俊 陳顯坤 高雄報導